我們軍方的66旅 每天都有新聞 他們的內部管理 到底發生什麼嚴重的狀況 可以看到陸戰66旅 發生了士兵 他姓蔡 他做了什麼事 他趁著宿舍裡面 四下無人的時候潛進去 然後偷了他的同袍 皮包裡面拿出了 一萬兩千五百塊錢 當然大家想說 幹嘛在這個宿舍裡面 放這麼多錢 以及四下無人 後來到底是把他 怎麼把他查出來 現在法官說 因為他有坦誠犯刑 所以判得比較沒那麼重 拘役30天 一顆罰金三萬塊 這個還可以再上訴 66旅 不只這一樁 還有其他的 前幾天就發生 他們操演的時候 漢馬車最基本的駕駛 居然也會發生說 他把手伸進發電機裡面 嘎到他的手指 這麼基本的一個狀況 那這一位安信的中士受傷 那當然大家希望他早日康復 但他經驗很豐富 他又有相關的駕照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會出現這樣一個基本的錯誤 現在軍方還要去調查 那還包括3月的時候軍方也坦承 海軍陸戰隊66旅的士官 驚傳在營外輕生 所以他莊莊漸漸沒完沒了 那去年10月最經典的 就是他居然四個軍士官聯手賣什麼 倒賣他們刺針飛彈的發射筒 真的是不可思議 那今天國外的媒體經濟學人 公布了一個調查數據 他調查時間有點長 從2017年到2022年 他的題目很簡單 你願不願意為你的國家而戰 那這句話坦白講 如果你不是特別針對兩岸 比如說你願不願意 跟解放軍而戰 他不是這樣問 他就說你願不願意 為你的國家而戰 而且問了很多國家 讓人想到我們台灣排在第三名 77%的年輕人 都願意為我們的國家而戰 題目是這樣問 第一名是挪威高達88% 第二名瑞典81% 最後面可以看到日本只有13% 德國是45% 另外一個我們可以看到 有人分享的文章 他說這個是烏克蘭的民眾分享 他說他的同事離開他們的崗位 一個30幾歲很年輕的男性 後來本來開會有說有笑 最後他透過螢幕 跟大家悠悠的講了一句話說 See you next life 來生再見 下輩子再見 一瞬間大家認住了 後來想到說他可能要參戰 所以大家紛紛的祝他好運 其實聽起來是相當的心酸 而且很突然 不過我們看到一月也有 烏克蘭47歲的男性 剪頭髮剪到一半 被關到小房間 逼他要上戰場 逼他要去當兵 全台灣是全球第三名 亞洲是第一名 這項調查顯露殘酷的事實 台灣有事 可能出拼台灣的美國倒數第三 日本是倒數第一 請教我一下 其實這個經濟學院的調查 因為他的時間蠻長的 他做了很多的國家 不過我是覺得台灣77%的人 願意為國家而戰 這個數字我覺得還滿高的 可是我覺得跟他題目有關係 對 因為題目 正常人本來就會為國家而戰 除非你算日本是躺平族特別多 沒有 可是日本只有13 那當然我們剛剛 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同樣的調查 都是為自己的國家而戰 美國60 日本13 那台灣77 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 是因為日本他們躺平族的文化 越來越興盛 不想努力了是不是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日本自己也沒有軍隊 他只有自衛隊 我是要怎麼戰 我們用自衛隊去處理 那再來他並沒有問說 日本跟美國會不會為了別的國家而戰 就是比如說像臺灣 只是說 當日本 如果問自己的國家 都只有13的時候 別人你會就是你敢去處理 就臺灣有事 日本也會來這個 當然他的民調沒有問這個 那美國是六成 美國六成我覺得 怎麼跟我想像中的 好像太低了 那臺灣七成七 因為臺灣政治上很對立 有很多人是覺得說 我們何必打仗 兩岸只要和談就不會有事了 所以臺灣他居然 民調做到七十七的人 願意上戰場 這個數字我覺得是高的 那剛剛前面那段在講六十六旅 因為六十六旅的新聞一直出來 其實我們坦白講 因為不針對哪一個人 就是整個六十六旅 應該看起來軍紀上面 比起其他的營區 他是比較鬆散的 所以包含了有把那個 盜賣他的槍支武器 然後裡面有這個偷盜的事件 等等 其實軍紀是應該要好好處理 因為我們特別是屬於高風險 可能戰爭的地方 那你部隊都這樣子 軍紀不張 你怎麼可能有辦法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要求說一定都怎麼樣 因為現在目前看起來 大家會覺得說 兩岸發生戰爭 這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確實存在很多人 想說我是幹嘛 我為什麼要上戰場 如果真的大陸打過來以後 要馬上投降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才會倒過來看說 經濟學人所做的調查 我們臺灣有百分之七十七 只要有問題 就要上戰場 那個數字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高滿多的 那美國到底會不會幫我們 現在美國的民兵公布了 他們聯合的演習照片 然後大家看到 這些照片公布之前 應該都是有經過審查 賀蘭發現說 有出現跟我們國軍迷彩 是一模一樣 同樣的款式 然後還有更多更專業的人 去比對了我們過往 這些陸戰隊他們戴的頭盔 格式 還有包括他們用的這些機槍 步槍等等 頭盔的這些戰術頭盔 耳機 還有數位的迷彩 這些特徵都顯示 其實是我們中華民國陸軍的特戰隊 所以是不是精心的這樣設計 讓這個照片得以這樣公布出來 那我們陸軍司令部就比較低調 說這些軍事的交流 是屬於常態性既定的行程 但有一件事情 臺灣人是比較有關心的 就美國賣那麼多對台的軍售 每次一來 我們總統府也高興 行政員也感謝 外交部也特別感謝 但感謝沒有用 付了那麼多錢都沒有來 臺灣向美國訂了190億 不是台幣 191億美元 這些武器持交非常嚴重 法爾夫的智庫 這已經多次的告訴大家 傳統的武器 高達108億的美元 不對稱的武器 54億美元 但要有28億的美元 美國國會跟臺灣的分析家 就是說交貨延遲 對臺灣的備账是非常不利 美國國防部長當然就自制的說法 已經加快了 請教涼哥 這個據統計190億美元 190億是台幣5000多億 軍備還沒交 我們一年國防的預算也沒那麼多 不是累計的 而且我隨便舉例 比較重大的採購F-16V F-16V2026年開始交機 你交機之後還要讓飛行員去 訓練 對 要適應 但是2027就要打仗 而且他不是一次交 他是26 27 分批 兩年交 甚至有些說是要2028的上半年 你不是說2027最危險 這個都互相矛盾 你重大的軍備就是要提早交 而且那天 蓋拉格還沒有退休之前 不是來臺灣嗎 他兩次都說要幫臺灣去吹 結果他退休了 所以就表示坦白講 就是美國的國防部 可能還把臺灣的軍備採購的 最優先都放到烏克蘭 跟以色列的後面 尤其是烏克蘭 可能很多都先去給烏克蘭 所以這個就是現狀 所以經濟學人做那種狗屁調查 根本連理都不要理 分析作戰能力不是這樣分析的 沒有人這樣分析的 美國大部分都是募兵 跟一般人有什麼關係 美國的軍隊是世界最強的 跟他作戰的意願 哪有什麼關係 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自願意 如果臺灣的自願意 還募不到兵 我們自願意為什麼會缺額 缺那麼多 不是最愛戰爭 你怎麼不去練軍校 所以做這種調查就是可笑至極 你怎麼不去問 為什麼臺灣年輕人 不願意去練軍校 為什麼臺灣的年輕人 不願意去服自願意 這個才是真正有關你的戰力的 培養的關鍵的因素 為什麼自願意兵員不足 軍校為什麼大部分人不去練 軍人在社會的地位 你怎麼不去講這個 所以太可笑了 這個雜誌我現在根本就不看了 大哥 那你怎麼看 美國民兵公佈這個 聯合的演習照片 這應該是有經過一些安排 這個當然 我們的特戰兵本來就跟 聯兵營就有兩個去美國受訓 美國事實上為我們的軍力的養成 是很憂心的 不然他幹嘛派培訓官來 他就覺得你的培訓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當兵 一年義務役 真的越來越像在當兵 可是我們現在義務役的 一年的招募的目標 比設定的還少很多 是啊 拔可能就是訓練的器材 必要的不夠 比如說請問你有拔場嗎 你拔場不夠 所以才會到海灘去打拔 你真的就是拔場不夠 真的就是你準備好了沒有 你必要的營區的訓練裝置 是不是都架好了 那不然你每一個人進來 如果沒事做還在掃地 那有意義嘛 對不對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舟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 我們可以說 就好了 好